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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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孟秋云被禁锢在了自己的原则之中 成为了骄傲的囚徒 灯门的媒婆能走马灯般变幻 然而多是鲨鱼而归 孟秋云21岁 尚未出嫁 别有用心者 开始传出闲话 言语之间多有不堪 孟园外夫 妇疼女儿 却被闲话缴得心烦 苦苦相劝 任你貌比天仙 任你心比天高 既是姑娘 便要嫁人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岂能任性胡卫 孟夫人将是温柔 对女儿不忍斥责 拉着女儿的手揉声相劝 休云之心 娘权之小 然而 岁月不等人 看秋云年岁渐长 娘心无比焦虑 你能明白娘的意思吗 另外 娘且问你 你究竟要找何等样的人方 才肯嫁 孟秋云长者魔大 从不曾为情所困 然而 要让她说出 什么样的男人才肯嫁 她却又说不出 因为她从来不曾动过心 自然无法生出比较 娘之温柔 世间仅见 娘之美貌 世间仅有 在孟秋云心中 自己不仅娘之美貌一二 见娘愁容满面 她心中十分愧疚 轻声安慰娘亲道 娘 秋云只是不想太早离开娘和爹 哪里会一直不嫁呢 江氏苦笑 横了女儿一眼后叹气 娘知道你心比天高 只知道宽慰娘亲 那些男人只是不入你的眼罢了 娘且告诉你 世间之事 为情之一字最为霸道 不管你心中想的如何 带到你动心那一刻 是不会管对方丑郡 更不会管对方家事如何 娘是过来人 你相信娘吗 如果相信 就听娘一声劝 不管你多么看不入眼 只要你沉下心去 就会发现对方之好 孟秋云轻轻摇头 江氏失望而归 他责望着外面自己养的那只鹤 忐忑 娘和爹 皆心疼自己 娘如此柔声相劝 自己使他失望而归 后面必定便是爹 极风骤雨般的训斥 果然不出他所料 片刻后 梦园外阴沉着脸而来 张嘴欲训斥时 孟秋云却抢先说道 爹 正值江南好风景 云儿想去游玩一番 游玩归来 一切听从爹的安排 孟园外听罢大喜 她知道 这是女儿做出了最大让步 所以答应下来 不过 女儿出此远门 孟园外自然不会放心 她想派寄人跟随 孟秋云不答应 两相商议后 妇女二人各退一步 孟秋云不是一个人外出游玩 她须带着小婢女下河去 孟秋云欣然应允 数天后 孟秋云带着夏河出发去江南游玩 那只白鹤是必定要带的 那是她从小养大 感情极深 为保险起限 两人皆做男装打扮 但孟秋云并不知道 爹还是暗中派了人跟着他们 只不过是远远跟着 她和夏河都不知道罢了 江南好风光 且离开了家后 耳边少了爹娘的唠叨 孟秋云心情大好 整日留恋于美景之中 她甚至想着 假如以后能永远如此 也不错 省得嫁人太过麻烦 这一日 她一身白衣站立于西湖畔的望湖楼 此楼高雅 临狐而见 急目远眺 让人心生万般豪气 夏河则带着白鹤 在楼下的树边坐着 树下的白鹤 昂首向天 似乎同孟秋云一样 有着万般骄傲 就算是穿着男装 孟秋云也如同鹤里鸡群 她太过俊俏 让人望之震惊 楼上路过之人 皆会打亮几眼 并暗中议论 不知道火是从何而起 木制的望湖楼 竟燃起熊熊大火 人们四散奔逃 楼上的孟秋云 惊慌之中 被人挤下楼 跌进了湖水之中 虽然这难装 然而她却不会游泳 加上惊慌之下 有不少人从楼上跃进湖里 人们手忙搅乱滑水 谁又能顾得上几次浮沉的孟秋云 她万万没想到 竟会遭此厄运 人在湖中沉浮击刺 已经喝了几口水 一时也开始模糊 我命休矣 孟秋云心中哀叹之事 以至沉稳有力之手 抓住了她 她转头看 尚莫看清是河人 便被此人绕到后面环腰抱住 她羞起难当 却又无法挣脱 任由着此人 将她带到了湖水对面 到了岸边 此人将她置于岸边 又纵身出湖 救出五名落水者 直到金疲力尽 孟秋云此时 已经从惊慌之中回过身来 望着躺在地上喘着气 这人眉如大剑 睁眼间 两只同人 如身不见底的湖水 竟让她莫来由地生出荒乱 这种荒乱 使她忘却了湖水对面的河和下河 只是面红耳赤的发呆 望着湖中人尽数得救 大火也被扑灭 这人解开一个包袱 拿出琴来放声高歌 歌声浑圆嘹亮 西湖之盘 她就这魔突兀出现了 这是她年轻最为意气风发时 携起而行 与孟秋云在西湖之中偶遇 此时夕阳显山 她抚琴高歌 竟有万般的潇洒 尽管只是青山不一 然而却洁净如心 孟秋云的两首开始微微颤抖 此人唱完电转头 望着两首仍在微微颤抖的孟秋云 兄台醒了 在下礼智前 大名府人 吁吁湖水 兄台何必如此恐惧 哈哈哈哈 孟秋云的矜持和骄傲 在这一刻尽数崩溃 无数男人皆难入眼 唯有此人 竟让本以为心如磐石的孟秋云 不能自持 她认为 娘说的话实在太对 情之一事 如此霸道 她荒惯的心 如同路状 想说什么 却又说不出来 小夏和带着贺从远处奔来 由于害怕 她的脸色苍白 不过小后面的解雀 被孟秋云给瞪了回去 不知所措 在原地站住 不明白小姐是什么意思 孟秋云起身 牵着贺走向李智前 李智前抬头看她 清亮的眼神里满是不解 兄台 救人乃举手之劳 你可以走了 她 孟秋云奄然一笑 在下苍州孟秋云 江南好风景 愿和李兄同游 你看如何 李智前看着她的小发呆 惹得下河不喜 如此看着小姐 真是岂有此理 李智前挠头自语 世间竟有孟兄如此漂亮之人 真是让智前开了眼 同游有何不可 孟秋云扑吃乐了 就是在李智前身边坐下 贺欢快在两人身边跑来跑去 哪里有什么骄傲矜持 下河一双眼睛瞪得好大 嘴里喃喃自语 小公子终究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西湖边多了三个共同游历之人 白天游玩 晚上住店 孟秋云坐在窗前 时而发呆不语 时而展颜发笑 下河拍打窗户 嘴里雾字交贺 岂有此理 你这只母猫 在此叫春 真是烦煞人也 小心被公猫占了便宜 孟秋云的沉思被打断 她惊讶望向窗外 面带疑惑看向下河 你个妮子 叫喊个什么劲 哪里有什么母猫叫春 你呀 岂有此理 夏河 你究竟是在训猫 还是有所指 孟秋云在家中时 没有小姐架子 特别是对夏河 两人自小一起长大 名为主仆 情同姐妹 夏河 可岂能看不出孟秋云所想 故会如此骂猫 孟秋云冰雪聪明 眨眼间便反应过来 但她不会因此而恼恨下河 便在此时 门突然被推开 礼制前带酒而来 放在桌上后 对孟秋云招手 孟兄 今晚咱们不醉不休 之前还要和孟兄同喜而卧 彻夜交谈 你夏河气的鼻涕泡差点冒出来 小姐何等尊贵 岂能容忍别人如此梦浪 孟秋云苦笑 李制前竟无法看出她的女儿身 她待酒而来 口中所说 也是性情所致 既把自己当成了男人 又有何唐突而言 看夏河两眼圆征 李制前一脸惊讶 你这小姑娘 虽然你是孟兄侍女 然你为女 我们为男 你一个姑娘 跟我们同出一事 实在不妥 实在不妥 说吧 她竟推夏河出门 夏河急地直跺脚时 孟秋云却轻轻点头 让她且去李制前的房间 无奈地夏河去了隔壁 却支着耳朵听动静 李制前将酒倒出 和孟秋云痛饮 孟秋云得知 李制前家境贫寒 不日便在进京赶考 孟兄 孟兄啊 小弟又年而孤 幸得母亲日日仿制到武庚 方才把制前养大 她想看着制前登科 然而苦命 前年一场大病而去 三年笑满 只前思念她老人家 孟兄啊 李制前拉着孟秋云的手 嚎啕大哭 她想抽手又不忍 只能补住安慰 孟兄啊 你的手柔弱无骨 倒像是我娘的手 可惜你是个男人 李制前饮酒太多 醉倒在桌旁 孟秋云思量再三 将她挪到床边 自己也合一而卧 如此接连七日 两人同屋而眠 白天则一同出游 西湖风月亭中 李制前抚琴高歌 孟秋云含笑作陪 二人游便江南 孟秋云每日都在忐忑 因为她知道分别终会到来 到那个时候自己该怎么办 不如就如实相告吧 三人围坐桌边 孟秋云让夏河代河去游玩 自己有话要跟李制前说 李制前好奇地看着她 不明白她为何要支走夏河 等可 真的那么重要吗 孟秋云问 李制前眼神慢慢变得坚毅 最终点头 年少之时 我答应过母亲 这也是母亲的愿望 不登科 终不干 孟秋云轻声叹息摇头 登科如何 又能怎样 还不是过完一生 有现在潇洒吗 李制前失笑 孟兄所言也有道理 似孟兄这样 的却是潇洒非凡 那位河海一定要去考 李制前沉默了一阵后说 人各有志 孟兄究竟是怎么了 你且回头 李制前不解转过头去 等孟秋云让她再转回来时 她呆呆看着江头发散开的孟秋云 又想到她柔弱无骨的手 再想想 平时自己总是嫌弃她身上有股似有似无的胭脂气味 看着她猛睁大的双眼 孟秋云缓缓点头 没错 我是女儿身 李制前经的战起 人家是女儿身 可笑自己 竟然十来天没有发觉 而且悬田不支持 跟人家同闯汗水 这可如何是好 孟兄孟小姐之前病 不知小小姐是女儿身 故会放浪唐突 之前 你可曾婚配 孟秋云不带她说完 便打断了她 见她呆呆摇头便又说道 你未娶 我未嫁 且你并不知道 我是女儿身 谈何唐突 你愿意随我去苍州吗 李制前明白 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却久久不回答 孟秋云知道她志在登科 所以轻声问道 多久 她两手微微颤抖 沙哑着嗓子说道 三年一渠 循环往复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得中 孟秋云奄然一笑 贺送你 我等 但你需要跟我去一趟苍州 李制前点头同意 孟秋云的意思她明白 是要她去苍州献孟家父母 只是她心中充满忐忑 自己一届贫寒书生 孟秋云家境那么好 人家能同意吗 三人一路同行到了苍州 孟园外家里已经翻天 因为望湖楼失火 那帮被孟园外派去跟着孟秋云的人 在远处 等到他们赶到 已经失去了孟秋云的踪影 他们苦苦寻找无果 只好返回苍州 孟园外的闻消息暴跳如雷 将是当场晕死 醒来后便重病缠身 女儿外出游玩 血无端消失 加上是因为失火而消失 但是众人都觉得孟秋云凶多吉少 绝望之际 孟秋云竟平安归来 梦园外高兴的忘了醒 僵尸之病马上痊愈 拉着女儿的手部松开 旁腐已松开 女儿便会再次消失一样 然而 跟着女儿的这个书生又是谁 面对爹娘疑惑的目光 孟秋云说出了心中所想 李志前在湖中救了她 她要以身相许 孟园外和僵尸都惊呆了 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女儿是何等样的心气 多少施家公子 多少富贵少年 她都不为所动 眼前这个李志前衣着普通 样貌普通 女儿岂能嫁给此人 孟园外极力反对 僵尸苦苦相劝 奈何孟秋云不为所动 任由爹口水说干 任由娘眼泪流干 她初心不改 非李志前不嫁 孟园外恼羞成怒 甚至放出话去 如果孟秋云要嫁李志前 那便要搬出孟家 并且从此不能再回来 孟园外的意思很清楚 如果孟秋云执意要嫁 便要跟她断绝妇女关系 孟秋云间谍的态度如此坚决 她面无表情 转身就走 次日 她送走了李志前 让她进京赶考 望着李志前带贺走远 她则转身回了家 孟园外恼将是一位女儿妥协了 她送贺给李志前 只是为了留下最好的念想 无所谓 只要她不嫁给李志前 送贺无所谓 送钱也不打紧 夫妻二人连夜商议 为房子夜长梦多 他们明日便开始为女儿则许 望着丈夫 将是叹了口气 秋云对李志前动情 此情难了 她虽然将人送走 可她就算是嫁了人 此生也不会快乐 梦园外阴沉着脸摇头 一无所有 还想娶秋云 什么一定要登科 考者千千万 又有机人登科 秋云这是像火坑里跳 如此关键时刻 我们不拉她 谁拉她 僵士重重叹气 她心疼女儿 也理解丈夫 但是 他们夫妻二人 以为梦秋云已经妥协 事实上 他们严重低估了女儿的决心 此日 起床后的僵士 在家里没有找到梦秋云 中午时 梦园外拍的人 也没有找到梦秋云 夫妻二人开始慌乱 发动人满苍州寻找 但梦秋云 如同消失了一般 再没有出现 梦园外和僵士悔恨一场 他们明白了 女儿送李志钱走时 就已惊吓定了决心 她绝不是后面 追着李志钱去的京城 因为李志钱要应试 她不会让李志钱分心 那么 她便是藏了起来 并且抱着再不回家的心思藏了起来 此时 梦园外和僵士后 毁得无以复加 他们觉得 应该同一女儿所说 那样就不会发生如此惨剧 可是 现在已经晚了 夫妻二人 每日以泪洗面 此事在苍州传开 由于两人 是在江南西湖街市 自然也传到了那边 世人皆感叹 苍州娇女孟秋云 竟为了一个书生李志钱 放弃了所有 这让世人唏嘘不止 羡慕不已 九四茶楼 人们都在说着 这段因为起火而引出的爱情 对李志钱和孟秋云好奇不已 然而 李志钱一入京便没了阴性 孟秋云也已经消失不知所踪 六年之后 西湖边望湖楼 望湖楼中 有人在讲书 楼外有间小亭子 楼中文士姚善讲个不休 亭中有一名普通妇人 在露天煮茶倾听 文士正在摇头叹息 可怜那苍州第一美女孟秋云 竟为了一个穷酸书生李志钱是放弃了所有 你们说此事齐不齐 想那李志钱 从这湖中救出孟秋云后 两人同他而眠十几天 他竟看不出孟秋云是女儿身 依我看未必 他只是灵机一动 假装没看出 以此来达到占便宜的目的罢了 否则他为何会六年无音信 为何会六年不去苍州孟家寻找一下呢 众人听的若有所思 文士之言思有道理 然而世间也有至纯之人 认不出女扮男装也是有的 只是这里之前一去六年 忠于不忠 总要有音信啊 这六年无踪 怕真如这文士所说 是个始乱中气之人 可怜的孟秋云 为了一个李志钱 放弃了自己的所有 更是从家中出走 从此不再回家 她以前可是孟家的大小姐 这些年去了哪里 受了什么样的苦 从苍州到江南 每天都有人在讲这件事 世人都想知道 孟秋云如今在何处 也许她早就死了吧 可惜了 如此美女 可恨的李志钱 大家听的唏嘘不已 楼外亭中 主茶的妇人喊笑耳听 脸上似有追忆 小娘子 我又来饮茶了 伴随着一声阴阳怪气的喊叫 妇人脸上的表情变得冷峻 不用转头 她便知道是谁 转头看 入眼一个嬉皮笑脸的壮汉 此人长得极壮 且丑便穿着文师服 手中拿把折扇 摇动间 自认为潇洒不羁 实则庸俗不堪 永让人讨厌 见妇人面露厌恶 此人脸上笑意不减 怎么 我的生意做不得 妇人不搭话 只是耐心添了茶 汉子趁机想去拉她的手 却被她躲过 小娘子两手纤细 在此处卖茶几年 虽整日脸上沾满灰尘 使人无法窥见本来面目 可是却逃不过本公子的眼睛 小娘子沾满灰下的容貌 应该倾国倾城吧 妇人并不言语 汉子终于失去耐心 恶恶恶说道 休要敬酒不吃食罚酒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住在什么地方吗 惹极了我 你能躲得过 妇人闻眼 勃然大怒 继而易响 今年时间 似这般的登徒子 也见过数人 自己在此等人 也只能忍其吞声 便在此时 她隐约听到一阵歌声 这歌声 怎么如此熟悉 这声音 为何如此让人心悸 她不敢回头 主插的双手 却突然开始颤抖 一如当年在西湖湖畔 颤抖技而蔓延到全身 久久不能停歇 歌声在亭外停住 望湖楼内的人 都探头向外看 就连茶亭外 也为了不少人 好奇看着唱歌之人 也好奇看着这个满脸沾着烟灰的妇人 她缓缓转头 看向亭外 一个身着状元服之人 眼中寒泪望她而笑 楼中有人探头 亭外有从窥探 她边上还跟着一只骄傲的鹤 虽然脸上沾满了灰 已经很难看出原本的面貌 可是鹤在短暂发愣后便欢快地跑向妇人 围着她跑来跑去 每跑一圈便低头 轻易摩擦她的手 似有无穷的欢乐 那名拿着扇子 妄涂讨便宜的汉子 莫敢再衍生 而是悄悄离去 妇人看到了她离开 但没有纠缠 一个无耻之人罢了 何必去纠结呢 她两手在围裙上紧张擦拭 又看着身着状元服的她摇头 你已登科 天下显明 我只是个普通的茶妇 以前的事便罢了 她似乎没有听到 过去拉着她的手轻声说 六年 我来了 六年之见 至前无一刻 不再思念秋云 请问秋云 你愿意余生让至前帮你签合吗 妇人无奈看着她倔强的脸 她的眼神已如六年前那么清亮 她好看的眼睛里突然有了泪水 来便来了 带着魔多人 要羞死我妈 李志前咧嘴而笑 拉住她的手 走向装着清水的木桶 轻轻捧起水帮她清洗 露出了她那绝世的容颜 看待了众人 看经了整个西湖 身着状元服的李志前 向众人高喊 她叫孟秋云 苍州人 六年前在此处落水 被我所救 这是我的幸运 然而志前愚钝 竟没看出她是女儿身 待到明白 已经深陷其中 以前 我在她身边是普通的李志前 现在虽然得忠 但仍是她身边那个普通的李志前 今生今世 愿为她千鹤半戈 永不言悔 众人震惊 傅又羡慕 她将她扶上马而行 缓缓离开西湖 孟秋云在马上泪流满面 李志前则在前面牵马高歌 马蹄阵阵 清风徐徐 旁边跟着一只欢快的鹤 孟秋云一笑便有两个酒窝 一个清国 一个清城 诸位 孟秋云是各意志坚定之人 李志前同样也是 二人在无意中结识 缘起一场大火 如果没有这场大火 孟秋云便不会落水 也就没有李志前的相救 后面的一切都不会有 然而缘分就是这摩奇妙 活起 落水的孟秋云被李志前所救 心高气傲的孟秋云 紧一眼便对李志前动了心 世间之事 唯有情最奇妙 而这一招的剑便是永远 孟秋云承受了无尽的压力 可是她初心不改 竟因此离家 并没有去祈求 而是从一个千金大小姐 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卖茶妇人 那么漂亮的一个人 那么爱美的一个人 竟从此在脸上抹灰 潜心等待 这样的落差 一般人难以承受 可是她瘦了下来 因为她坚信李志前定会登科 而登科后的她 也一定会来寻找自己 事实证明她没有看错人 李志前用了六年时间方才得中 并且如于寻找到了孟秋云 从此成就因缘 世间美好之事 莫过于此 然而孟秋云之冲动 却也有不可取之处 万亿所托非人 便会让她成为世间忧远哀怜中的一人 另外 父母养育多年 为情固然可贵 但也要想想父母失去爱女时 又会多么伤心难过 遇事三思而后行 切莫只凭一世冲动 虽然故事中的孟秋云等到李志前后 定会回转家中 而相信家里的父母 也不会再反对她嫁给李志前 可是 当现时中发生这种事实 仍需细细思量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古墓已保乍现 夫妻就双双被魅惑 早已去世的黑猫 为何重见人间 乾隆十六年冬 刚进腊月的第一天 一周秀才虚有道 就被东家庐园外请到府上吃酒 这表明她这一年的教书生涯又结束了 整个腊月她江门 在家里再也没有半点收入 古代的私塾 一进腊月就放年假 所谓先生不吃腊月饭 私塾先生 宴席上宾煮尽欢 主家翁高兴之余 还让两位夫人出来敬酒 给足了徐秀才面子 秀才有点忘乎所以 喝得面红耳赤 告辞的时候 舌头都打了卷 有道离开卢府之时 日头早已经偏袭 好在她家离这里也不远 只有区区五里路而已 刚走出去两里多路 经过寒风一吹 有道觉的酒进上冲 肠尾里一阵翻腾 似乎要呕吐 残存的意志指挥着她 赶忙拐到路旁边的荒草丛中 生怕被人看见犹如斯文 接下来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徐秀才一路歪歪扭扭 坐视欲偶 身边却突然生起来一团旋风 忽前忽后的围绕着她打转 渐渐地 秀才就被这团旋风带离了大道 往荒坡野林里 亮枪而去 杨树林越过一条干河的小河 有道来到了一大聘亲杨树林里 旋风把秀才引到寒暮沉沉的林中深处 最后停留在一座残破的古墓旁边 可怜的秀才此时神志模糊 身子以外 脑袋枕在巨大的坟头上 居然呼呼大睡起来 睡梦中光影杂乱 一会儿是庐园外的热情功倍 秀才被捧得晕晕呼呼 似乎早已经忘了自己 曾一连五次考举人都名落孙山的囚事 一会儿又是卢府的两位夫人 含羞待怯的前来敬酒 正是李氏 长得面如银盆 身段风鱼 颇枝李树 几句话哄得徐秀才就飘到了云端 侧师柳夫人 那可就更加不一般了 秀才听到传闻 这位夫人乃是庐园外 秀才从青楼中买回来的花魁油舞 今日一见 果然不同凡响 苗条的身段 简直赛过了黄花大姑娘 但同时又扭腰摆臀颇具少妇的风韵 清代真是美女 柳夫人眉眼间明媚勾人 不知怎的 秀才只感觉 她看向自己的目光中 似乎蕴含着一种忧怨的神色 莫非是二八家人 配几庐园外这样的糟老头 情之不畅 她目光如丝 欲断海怜 积翻眼神示意 还亲自陪秀才饮了一大杯酒 难道这俏娘 子对自己的风流儒雅暗含她意 许有道脑子里心猿一马 借着酒尽色胆迅速扩张 渐渐的思想更加猥琐起来 就在这时不远处的树枝上 铺朗朗飞起来一只怪鸟 一路嘿嘿嘿的冷笑着穿林而去 不一会就消失在朦胧的寒雾中 目的怪鸟有道 此时正梦道和柳氏偷掩那带月西乡的风流够大 猛然见吃着一惊 顿是全身冷汗吸出 一个机灵醒了过来 刚一睁开眼睛 入木都是枯树林寻 阴森森的苍茫一片 林间寒雾鸟鸟 远近更是荒坟累累 隐月间似乎还有一些模糊的暗影闪现 秀才顿时几粮勾汗毛倒树 哇呀 一声跳了起来 再一回头 娘啊自己怎么睡在了古墓上 浑身一哆嗦 秀才腿软差点就倒下去 就在秀才把腿没命的往外就跑的一瞬间 他似乎瞥见残破的古墓 似乎塌陷了一个大坑 里面好像是露出来什么物件 跑出去几十步远近 许有道的脚步又缓慢下来 看看树林外的阳光正亮 有道的胆气迅速恢复了几丝 他脑海里冷不丁的就冒出来 这样一个奇怪的念头 古墓寒烟旧书 坊间都曾经转言过 古墓藏宝 莫非是老天爷在冥冥之中把我引到这里 是为了赐我一场富贵吗 再一回头 林中寒风啸色 枝头乌乌叶叶 雾气游荡林间 意想到自己的寒舍离门 野书粗食 秀才一咬牙 毅然回头 小心翼翼的探查而去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过后 许有道就鬼鬼祟祟地 一溜烟跑出了这一大片青阳树林 只不过在他肩头 来世空空如也的大连里 此时却是鼓鼓囊囊的 当天夜晚 有道避开了自家的黄脸坡 独自一人借口用功读书 钻进了简陋的书房里 凑在昏暗的油灯下 他抖抖索索地打开了大连 里面露出来几件简陋的瓷器 一个绿袖斑驳的铜镜 还有一侧封面 没有蹄子 早已泛黄 枯裂的文稿折叶 大连秀才先是翻来覆去地 端详了一番基建器物 非金非银 做工粗裂 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精品 但当他失望地翻开文稿折叶之时 两只眼睛慢慢地就开始放出了光彩 这居然是一幅画册 略同丹青的许有道呼吸 逐渐沉重起来 这应该是出自明家之手的精品啊 搞不好就是无价之宝 这策划搞伤到底画了什么东西 值得秀才 这样欣喜若狂 只见第一幅画面上 用笔简洁 色色素雅 画的却是霸王别姬的故事 左下角 虚然奔张地吸出霸王 一脸绝望胶着的神色 两只同名大眼 似乎要突出眼眶 目自尽烈 张口欲呼 一只手筋脉奔张 伸出去 似乎要抓住鱼姬 另一只手须按桌椅 力道积蓄 好像一把就要抓碎几案 霸王别姬 再往右上角看去 剑农的青衣裙衣美翻飞 裹着鱼姬曼妙的身躯 桃花粉面上 一双妙目最是精彩 邪逆住霸王 似乎有着无限的留恋不舍 眼角泪痕如湿 楚楚可怜 黑白分明的眸子 就像是蒙了一层宝物 恍惚间 又像是看向官话的人 无限柔婉 无限哀怜 看的人只想伸手去搀扶 这可绝带有物 只可惜 她雪白纤细的柔颈上 一柄寒霜宝剑 清风已然划破了 吹弹可破的玉敷 一抹烟红的血色 正正顺着剑刃留下 许有道全副精神 一下子就被鱼姬的绝带芳华吸引住了 她击掌凯探 揪心担忧 两眼寒泪 恨不能钻进画里 一把抱住这如花似玉的美人世界这样大 何苦寻此短见 文姬归汉 好不容易从第一幅图中挣扎出来 却见第二幅图乃是三国文姬归汉的故事 图中蔡文姬 刁求中国 却仍掩不住风流的身姿 一张胭脂美玉的俏脸 紧紧依偎在古琴上 两滴晶莹的泪珠 似坠海流 长长的睫毛如 俊鸟浮衣 单纯紧敏 青丝随风挥洒 整个身姿似乎蕴含着哀弯的气韵 与远处匈无价的粗笔 构成鲜明的对比 秀才看得一时间 竟然失了神 像这样的人尖几品 也就是自己这等风流才子 才配尽钱啊 造物主 怎么能如此暴殿天物呢 不知为何 秀才的脑海里 忽然就闪过了自家那个黄脸婆的粗琢形帽 秀才刚刚忍住的委屈雷珠 一瞬间洒落如雨 第三浮屠 来得更加热辣 正是北宋时白蛇传的民间故事 白蛇传这幅化炎翼的既不是断桥香风 也不是水漫金山 却是一幅奇特的场景 身着搏纱的白娘子 真无见给旁边饮酒的许仙欣赏 这分明是小两口浓情秘义 关门众所 藏在深闺里的夫妻密西亚 好个白娘子 搏纱之下素体玲珑 凹凸有致 更妙的是若隐若现 柔玩有致 作画的高手把少妇的柔媚 用蛇蛆演绎到极致 只看得许有到鼻血差点流下来 白娘子一双妙目 此刻正把全部新神会 拘到许仙身上 威逼的戏眼似火如胶 直钉的许仙面红耳赤 恍如醉酒更绝的是 一柄青霜宝剑 锋芒如冰 紧贴在粉面一侧 看得人心惊肉跳 更加刺激销魂 白娘子许有道的一双热眼 再也转动不开 好像粘在了画面上一般 更转漏低 不知不觉之间 夜色已经深了 有道的娘子为侍 早就像往常一样 洗刷完毕 乖乖的躺在床上等候夫君 眼看着三更已过 今夜夫君怎么如此用功呢 白天刚在卢府喝多了酒 往常应该早早的就酣睡不醒了 却说这位为侍娘子 本是乡里的李长为太公之女 当初指因为看中了徐秀才的大好前途 这才嫁给他 谁知道秀才考运不济 最终连个举人都默考上 连累的李长千金也跟着受穷 另外 为氏还有一大遗憾 那就是他和秀才都已过而立之年 为氏却没能给徐家生出一男伴女 这让为氏日夜揪心 生怕遭到秀才责难 如今夜色深了 秀才怎么还不安歇 莫非多疑的为氏再也躺不住 悄悄披了一件衣裳 就捏手捏脚的向书房走去 古代真实的村妇 聊起一脚门脸 为氏偷偷探望 好个穷酸秀才 此刻正在干尸磨 见不得人的勾当 昏暗的油灯下 只见徐有刀 两眼迷离 一会儿渲染玉气 一会儿又面色潮红 两眼冒火 更加上嘴角蝉险欲滴 一副急色鬼的猥琐模样 为氏不由的心头火起 不用尽钱就知道 这个穷酸正在干什么好事 可就在他一眨眼的功夫 为氏却又发现了一桩怪事 暗沉沉的灯光下 一股似有似乌的红光 正由秀才头面上冒出来 冉冉的飘进他手上的书册里 为氏不由的愣住了 他心里纳闷的叠书册 到底是有什么魔力 定睛端详之下 书册似乎又在隐隐 偷出丝丝缕缕的黑气刃 使为氏愚昧 这些怪象也引起了他的警觉 昏暗的油灯顾不上吃醋 为氏慌忙退后一步 故作镇静 高声咳嗽了几下 咬着嗓子喊道 相公 夜色深了 还不过来歇歇 说吧 故意做出一些动静 装作要起床查看的样子 书房里果然就传来 秀才手忙脚乱收拾物品的声音 第二天一大早 为氏醒来 偷眼观察 却见秀才原本就轻束苍白的长脸上 明明增偏了一些暗青色 配上了几根稀疏的黄胡子 更加显得苍老了许多 为氏心里一阵作呕 赶忙悄悄的起了床 捏手捏脚的溜进了书房 不菲吹灰之力 秀才娘子就找到了昨晚那幅书册的隐藏之处 可是 当秀才娘子打开来 定睛观看的时候 她的脸色却开始渐渐变得凝重起来 如此霸王同样的画面 落在为氏眼里 那可就变成了另外一番景象 西楚霸王肌肉奔张 气概霸市 突面而来的正是一番男子汉大丈夫的热腾腾鹰气 比起自己家那只孱若疲软 好似烟机的窝囊肺 不知道要抢出多少倍去 不知怎的霸王的豪气让 她突然就回忆起了 当年追她的那个张屠夫 当年的小张也是这般粗豪热血 还记得她曾经在社系的看台下 秘密扎扎的人群中捏过自己的手 好一番脸热心跳的秘密勾当 当初还不如 索性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从了那个满汉 也强死如今这个软鼻涕虫 至少能够餐餐有肉吃 夜夜热被窝 想住想住 为是神色七米 一副精神渐渐的全部融进画册里 幻想中的恩爱 看到许仙观武 秀才娘子献杀了人家的善解人意 为完辅救这样的男人 怎能不是事可心可意 捧前为后 随手应答 好不乖巧藤人 猛然间想到了自己嫁的冤家 整天酸腹无用 一张臭脸隐忍 世事还摆出一副空架子 这样的日子 怎生是个头啊 为时沉沉腻腻 愈哭愈笑 一会面颊潮红 花心大放 一会有悲悲怯怯 烦恼的无法排解 不知不觉之间 日上三干 他还没有丝毫觉察 就在这一时 院落的篱把门外 一个短衣困苦的阿扎老婆子 正在网院里张网 天都这般时候了 两个冤家 怎么还不见开门 莫非 大脚老婆子心急 哑着嗓子乌鸦似的 吼了两声不见人来 顺手一推 就把李把门推得歪倒在一边 几步近的屋来 却见女婿还在酣睡 老婆子 皱着眉往地上使劲催了一声 嘟嘟囔囔的咒骂着 又去别的房间寻找自己的女儿 掀开帘子 远远的就看 现自家的独生女儿 正在捧着衣服图侧 面色超红 一只手还在自己身上 胡乱摸索 老婆子吃了一惊 赶忙凑上钱 仔细分辨 正好看到了 白娘子入身 只披着一层薄纱扭捏捏 做出疯傻的丑态 老婆子杀那艰辛头火起 大喝一声 作怪了 你个也提子 是不是不想活了 让你家穷酸 忘记你这副丑样 断然把你乱棍赶出门房 说吧 劈手夺过画策 直接就扔进了火盆里 秀才娘子 被这一声和骂下的 差点魂魄分离 回头却看到了自己老娘 那张村皱的马脸 顿时又羞又恼 偏偏没有言语相对 只把一张脸憋得这样子 火盆眼看的火盆里的画策 欲着火就开始翻卷 扁胶燃起了边角 四只眼睛注视之下 怪事陡然出现 那幅怪画策然烧锅的地方 怎么不像是平常的指挥 反而扭转 挣扎像是要活过来似的 隐隐然还发出细碎的身影声 母女二人吓得当场抱在一处 浑身乱抖 就在这时 门脸一颤 一道黑影剑一般的窜进来 叼起画策 也顾不上烟火 扭头就跑 母女二人眼睛一画 还没看清来物的样子 她早已惊窜得无影无踪 为是母女惊慌失措 赶忙随后奔出屋门 却远远地看现 一只硕大的黑猫 正叼着画策窜上了院墙 那诡异的黑猫站 在墙头上又不肯立刻跑掉 反而是从容地把画策放下 悠闲地舔了 舔自己的脚招 一双黄灿灿的亮眼 直盯着为是 深深地弯了一眼 忽而又阴侧侧地笑起来 喵呜 然后这才调起画策 纵身一跃 就此消失了踪影 黑猫为是 此刻面色煞白 浑身早已抖成一团 两条腿好像是被抽走了筋骨 一般算软 那只黑猫 不是自家养了十年的老猫 宣报 妈 秀才取的名字 还记得自己半年前和丈夫一起 把她埋葬在门外不远处 桃树底下的土坑里 当时自己还满心的不舍 落了好些眼泪呢 此刻 她怎么又复活了 她的眼神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